大家好 我是Tami 今天呢是长周末 所以说在车库里面没什么事呢 就是示录一下这个 YouTube的直播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声音 大小 因为我现在戴耳机 不知道这个声音会不会好一些 我现在是在车库里面 以后呢我都想用这种形式 因为假如说去编辑这些 视频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去采集一些视频去做 而我这个频道呢 我仅仅是想记录一下自己 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 生活的这个经历 不管是爱好古董啊 或者是去户外钓鱼啊 什么东西的 就是所见所闻 我都想把它记录下来 做一个视频的记录 因为现在原来是图片嘛 现在就是视频的记录 我就想把它坚持下去 当时呢因为 也是因为懒吧 所以说你看一下 我的视频可能已经有一个月 没有去恳心了 因为这段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也就是学语言 找到工作 做事工上班 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采集一些这个所有这个感兴趣的视频 或者是关古董店啊干嘛的 我想呢就是说呢 我现在每天上班呢 上完路上需要通勤的时间呢 是半个多小时 刚好半个小时多几分钟吧 所以说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呢 就是讲做一个聊一聊前一天的 就是用视频记录一下前一天的 所见所闻嘛 解自己的感觉 仅仅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口述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 视频嘛 我想这样来尝试 所以说今天刚好是长周末 不用上班 我来试一下看看这个 究竟行还是不行 现在是在我家库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就是讲呢 我上班呢 我上班呢 就是讲 从这边过去呢 就是一直是沿到大西洋的海边走 走半个小时 所以这段时间呢 国内呢 现在刚好我们换了冬令室 跟国内的时间 刚好是12个小时时差 我讲了说7点吧 7点是上班的话 价里就是已经是 就是新闻联播以后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段 也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说我们尝试一下 好吧 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